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正经纬 非常高兴2023年的5月5号 星期五我们在空中见面的 那当然来讲呢 这个555啊 这个三个5啊 对我们来讲呢 这个节目还挺特别的啊 碰到了三个5 当然今天来讲呢 这个经纬点评 平常谈的都是比较严肃的话题啊 大事嘛对不对 像这个你看这个 无人机啊对不对 到克里姆林宫啊 要去刺杀啊 这个普京啊 有点像那种斩首行动 这一听啊实际上呢 要讲到乌克兰战争啊 乌克兰战争啊 打了14个月 我们也讲了14个月 实际上今天呢 看到的问题啊 当然很多啦 到现在呢 谁也不认这个无人机啊 美国说不是他的 乌克兰说也不是我的 对不对 那俄罗斯说 我总不会自己打自己吧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中间有很多蹊跷的地方啊 比如说有画面拍到啊 这个无人机啊 飞临到这个克里姆林宫上空的时候呢 在被击落之前那一刹那 看到有两个人影啊 正在往那个屋顶啊 上面攀登 那这两个人呢 是上去瞭望 还是带了什么 什么类似赤针飞弹 上去要把这个无人机打掉啊 就很奇怪 因为那是半夜两点半哦 半夜两点半左右 两个人在爬屋顶 那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呢 对不对 如果是守望远呢 那他们两个一定迟到了啊 如果是呢 他们要去打这个无人机呢 也慢了一步啊 当然从画面上我们也知道呢 最终还是遭到击落了 那现在到底是谁的 谁也不认 那克里姆林宫说呢 这个美国跟乌克兰都不认啊 你们两个真的是啊 这个太差劲了 这个简直是荒谬到极点 对不对 因为这个我想过两天 可能无人机总有残骸嘛 它也不会蒸发掉不见了啊 虽然呢 看得出来是那种 类似方阵快炮 打了一个弹幕啊 最终呢 无人机就炸了吧 但也看得出来 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啊 还挺挺有趣的啊 当然这个 讲到这个 看到这个新闻啊 现在大家都不认 但总不可能是外星人 发对吗 对不对 而且那个飞机的大小 无人机的大小 绝对不是我们一般看到的 什么大疆无人机啊 那种大疆无人机那么晚 那是那么远 是看不清楚的 但能够看得很清楚 有个飞行物 朝着克里姆林宫的屋顶啊 冲去 那一定是 也不是小家伙了啊 那当然呢 其实看得出来呢 这个俄罗斯啊 一直以来号称啊 是全世界 这个最强的防空系统啊 防空网啊 是非常的严密 这个当然跟 这个历史背景啊 有一点关系 话说实际上在1987年啊 5月28号星期四 那天晚上 大概差不多7点半左右啊 当时在克里姆林宫旁边有红场啊 还有很多人在那边照相啊 散步啊 走路啊 大家都说突然听到 有一架单引擎飞机的声音呢 就朝着这个红场啊 就飞来了 那当时呢 这个大家抬头一望 哎呀 不看还好 看了一下 吓一跳 就是谁呢 真的是一个 上面有这个 这个等于算是西方标志的一个 这个叫做西斯纳啊 这个塞斯纳 塞斯纳这个172型的 单螺旋桨 四人坐飞机啊 降落在红场 哎呀 这一下不得了 因为当时还是在 美苏冷战苏联时代 虽然是在1987年啊 这个苏联已经到 那个那时候也有一点乱 但是防空系统也不至于那么糟糕啊 那当然事后发现呢 开这架飞机的是一个 西德的年轻 只有19岁的一个小男生啊 他大概学开飞机啊 40个小时 然后呢 他叫做马蒂亚斯鲁斯特啊 他就决定啊 开着飞机呢 去莫斯科 当然这个 这个罗森门啊 很有趣啊 他只开了40个小时 照讲 这个小飞机啊 再简单 但是来讲 他在操控上还是有一定难度啊 他不像那种比较高级的飞机 有自动驾驶什么 很多仪表可以协助飞行员啊 这个小飞机的飞行员要很认真啊 这样开 而且据说他从汉堡起飞之后呢 他先向北飞 那接着呢 就突然掉头啊 就进入啊 这个 这个等于算是华沙 当时那边叫 这边北约那边是华沙 就进入苏联的境内 他前前后后啊 在苏联的这个境内 飞了大概五个钟头哦 就最后飞到莫斯科 那表示啊 他有准备 知道航向 目标在哪里 对不对 但是第一时间啊 这个苏联当时的防空雷达 有看到他啊 然后呢 但是因为之前啊 大韩航空啊 007航班啊 遭到击落之后 那时候苏联官方就下命令 给下面所有部队啊 任何飞弹要发射 飞行员要开这个 开炮 这一定要得到领导指示 对不对 下令以后你才能够啊 这个发射飞弹啊 或是这个战机去射击 这个不明飞行物啊 好 所以在这个上面呢 这个地面的防空飞弹啊 雷达都锁定了 但是呢 这个总觉得上面没下命令嘛 他们就看到这个飞机来 飞机走 因为那飞机啊 他飞的不高 他大概离地面呢 五六百公尺啊 时速呢 大概刚好两百啊 左右 因为不能太慢 他们要掉下来嘛 啊这样过去 大家都觉得说 嗯 他小飞机 他不是战机吗 什么 而且那时候大家到了那个苏联 快要瓦解的前夕啊 这个大家是有点不太带劲啊 看起来像 那还更厉害 还有两架升空 去看一下这个小飞机 但是因为战斗机嘛 飞得快 小飞机飞得慢 两个就绕了半天 看一看啊 没事 就下去啊 这小飞机就继续朝莫斯科飞啊 飞的飞的就降落在红场啊 那当然这个最后鲁斯特呢 这个遭到判刑四年啊 当然在关了大概一年多之后呢 这个被放掉啊 回家了 那当时是在这个1987年5月28啊 降落在苏联 在1988年的8月3号呢 这个经过特赦啊 就回家了 当然苏联呢 也因为这样 撤换三个元那个元帅啊 什么防空司令啊 什么这个司令 那个司令换三个给撤掉啊 当然看得出来呢 这个我们常讲 这个世界最强防空网啊 有就也就在那时候 就开始建立啊 因为那一次对苏联来讲 真的是挺丢人的 对不对 这个那么强大的一个国家啊 这个军事建设的那么强大 居然呢 被一个小飞机给飞进来 还居然降落在红场 当然有人说 这是美国那种 什么情报机构在后面策划了啊 不然呢 一个那么年轻的 这个飞行员 居然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啊 那让这个苏联啊 颜面无光 当然这次无人机攻击啊 我们也看到呢 这个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因为5月9号 马上胜利日啊 这个大阅兵就要开始了 如果那天 无人机又来了 而且不是两架啊 如果来个200架 那个局面会怎么样 你防空系统能不能防得到 这个都是现在啊 俄罗斯啊 非常担忧的地方 但第一时间嘛 这个都说普京没问题 这个那么晚 普京住在他的官邸啊 那克里姆林宫呢 他平常不会过来 只有接待外宾啊 那所以呢 这件事情是虚惊一场 但是虚惊一场 其实也看得出来 有几个问题啊 第一 在这个节骨眼上啊 这个无人机攻击 克里姆林宫啊 实际上就是一次踩红线 逼了俄罗斯啊 加大动作 让俄乌的矛盾呢 继续升高 昨天我们还看到 泽连斯基啊 跑到荷兰了 对跟荷兰首相见完面之后呢 跑到海牙 国际法庭上呢 去讲话 说关于啊 这个俄罗斯入侵啊 必须怎么样怎么样 基本上这种暗访啊 对泽连斯基来讲 他去过很多地方 他去过伦敦啊 他去过华盛顿啊 他很多地方都跑啊 这个叫暗访啊 就就突然出现在一个地方嘛 那但是这个礼拜三吧 晚上就突然出现在荷兰 那礼拜四跑行程嘛 很忙 那今天礼拜五一大早 还不知道待会去哪啊 但也看得出来呢 他这次出来啊 对于这无人机的攻击啊 基本上是划清界限啊 跟他无关 那当然呢 这个俄罗斯人啊 现在看待这一次无人机攻击啊 俄罗斯的媒体报道的不多啊 我看这个到结稿为止啊 大家这个都没有提太多 关于这个就是 无人机啊 攻击克里姆林宫这件事 但是我想对于俄罗斯人来讲 实际上在之前啊 已经看到这个 比如说像莫斯科啊 很多防空洞啊 都开始整理啊 因为冷战的时候 莫斯科做了听说有800多个防空洞啊 都是非常巨大的防空洞 有800多个 那后来因为美术冷战结束啊 这防空洞就就封了 就把它封起来了 就没用了 那现在呢要重新开启 因为它非常的大 里面很大 要有通风系统 还有这个照明系统啊 什么这些通通要恢复啊 因为可能年久失修啊 什么 所以前一阵子啊 莫斯科市政府啊 就在做这些事 把这些旧的防空洞呢 就重新啊 这个比如说这个灯啊 什么什么电啊 什么水啊 什么通通啊 这个要弄好 里面可能还要有 这个厕所什么都要有嘛 对不对 还要至少有厨房 如果大家躲在里面 不饿死了 对不对 好所以整体来讲呢 这一次莫斯科人啊 这个大概应该也不意外 因为乌克兰这个冲突啊 俄乌冲突都打了14个月 那这是早晚会发生的事情啊 但是唯一看得出来啊 在这次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常常讲因果关系 对不对 但是这次很有戏剧性啊 对不对 两个无人机啊 中间相隔15分钟朝着克里姆林宫 飞去的时候 还有两个人在爬屋顶 那简直就是像电影情节嘛 好像那个007情报员你知道 他在爬屋顶 最后呢要撤离了 对不对 那飞机要来接应他什么 就好像那种大纲牙里面 那个情节一样啊 当然呢 这件事情呢 我们看电影是可以一笑置之 但这件事情啊 不能一笑置之 因为俄无冲突啊 说打到现在啊 对于这整个局势来说呢 是非常的糟糕 因为中国极力处合这件事情啊 目前得到的反应啊 坦白讲也有限啊 法国支持 巴西支持 但是其他国家还在观望啊 大家都还在按兵不动啊 并没有所有的国家通通跳出来说 好我们支持 对不对 那个就连德国现在也压力很大啊 那这个这两天 Sorts也没多说 关于这个处合的事情啊 大家都有点在看情况发展啊 但关键就是在美国啊 实际上 美国经过了常年的这个中东战争之后呢 他其实也很怕被卷入所谓的 俄乌冲突当中啊 他很怕被卷入 但是啊 他现在做法就是呢 有一点点他自己早晚要掉进去 为什么 他现在给武器 给钱 甚至在四月初不是有那个情报外泄案吗 还证明 他 甚至连乌克兰 内部哦 他都在 他情报监视 对不对 照讲乌克兰是美国的盟友嘛 美国还要监视他啊 美国不管是不是盟友啦 通通都要监视啊 这个朋友要监视 敌人也要监视啊 好 这个特色嘛 所以呢这个 泽连斯基甚至我都怀疑他们想什么 说什么 美国人通通知道啊 美国人不可能不知道啊 好 所以现在啊 美国如果没有再做出表态 关于俄乌要和谈的事 我觉得乌克兰大概不会去做啊 泽连斯基的出访时间跟无人机 你想巧不巧合 那到底是谁放的无人机 那当然在俄罗斯的这些社交网站上面 有一种传言 说是外国的情报机构呢 跑到克里姆林宫的附近啊 这个放了这个无人机啊 然后呢 这个造成的攻击呢 让防空雷达没办法发现 因为呢 他可能距离克里姆林宫啊 只有几百公尺的地方 找到一个楼顶对不对 这无人机就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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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跟某个大楼的顶上 放了这两架无人机 这个就不得而知 但是看得出来 他们这两架无人机 是一组人放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个时间差 如果是两组人 他应该是同时进攻 这个让你防不胜防 那就代表他有15分钟 放第二架 第一架出去了以后 对不对 他马上把第二架上架子 再发射 所以中间时间差15分钟 所以在这个莫斯科 这个社交网站上面 说的呢 好像还有点可能性 中间间隔15分钟 差不多嘛 把这个无人机再架好 上轨道把它弹出去 对不对 就飞过去了 这个差不多15分钟 好 那当然呢 这个也看得出来呢 这件事情啊 美国真的应该啊 回想一下当年在中东的教训 现在一直阻止啊 这个中国触合这件事 实际上对美国是没有利的啊 美国应该非常的清楚 因为在过去的历来 这种所谓 就是 基本上美国常打一种仗 就是 刚开始不是他跟人家打 是譬如说贾跟姨打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最后呢 他跳进去跟 这个其中一边打 这个 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中东的 数不完了 他都是第三者啊 他不是小三 但他是第三者 他都是呢 后面加入 乱打一通 打到最后呢 两边都讨厌他 他就走了啊 就大致这样 所以他应该记取一个教训 就是说 你美国历来的干预啊 这个都不会成功的 成功率不高了 成功率都不高 那大部分呢 都是自己比较吃亏嘛 你想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到中东 看起来好像没有像 二战那样子 对不对 有什么英雄啊 这个奏出凯歌 没有 都是好像有点狼狈 狼狈啊 好 那第二个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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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之间的仇恨啊 这不能成为战争的理由 对不对 不管你今天 美国人喜欢谁 不喜欢谁 你不能把它称为 参战的理由 对不对 但是美国当时 标榜的在 美术冷战 在那时候是民主跟共产的一个对抗 所以听说就连当年打美苏冷战 苏联内部啊 一直在讲啊 怎么会打起美苏冷战呢 他们也莫名其妙 他觉得二战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对付法西斯 美国也援助我苏联啊 对不对 这个坦克车飞机什么都给啊 这个各种援助啊 让苏联啊 对付这个在东线 对付这个纳粹法西斯 美国这边他们打西线 结果怎么打完仗 我们两个变敌人了 对不对 照讲我们是盟友啊 所以听说那个苏联啊 这个在二战之后 常开会啊 都讨论不出来啊 到底怎么会是 怎么回事啊 会变成跟美国啊 要打冷战啊 好了 也莫名其妙 反正就打了啊 好 打完了 那当然呢 美国还要记住一点 每次美国军人啊 参与国外战争啊 那个在国内都会造成很大的反弹啊 美国人对于战争 现在是非常的厌烦 尤其现在 美国整体经济 又是那个 你看美联储还升息啊 这个通胀 就代表没解决 你还如果打仗 那通胀 就更厉害了 打仗跟通胀 两个都是账 但是呢 这是两回事啊 这个通胀会要命的啊 打仗可能离美国人很远 那远在乌克兰啊 但通胀 一样可以杀死人啊 这很可怕 比如说你通胀 你是打工仔 你可支配现金下降 那你能买的东西 就越吃越差嘛 对不对 你公司不可能跟着通胀 一起上去嘛 老板会说 我也很惨啊 我生意 对不对 好 那大家呢 就吃差一点 吃少一点 你的健康状况就越来越糟糕 想去看医生 没钱 算了 不要看了 我就忍一忍过了 最后呢 这个小病变大病 这个都是很可怕的 但是一时之间看不出来 但长久就会出问题 所以呢 这个美国真的应该 记取这些教训啊 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把这个最终啊 还是要把这个和平啊 带到这个俄乌来啦 对不对 不然的话 这个世界啊 真的是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因为曾经啊 在这个美苏冷战的时候 还有个插曲也挺好玩的 那个叫做 无人机啊 穿越世界 那时候的无人机啊 是在1989年啊 这个苏联即将瓦解之前 的7月4号 当然呢 当时呢 这个在苏联啊 在波兰啊 因为波兰当时还是 属于这个苏联的这个加盟国嘛 跟他们关系都很好 所以当时这个苏联的空军啊 驻扎在波兰 因为这边等于是东德再过去就西德 等于是第一线啊 当时有个叫米二二三型的战机 那这个飞机员呢 这个起飞 在波兰的机场起飞之后呢 突然啊 就发现啊 这个 这个飞机的这个推力啊 下降 那飞机员就报告塔台啊 说这个飞机啊 失去动力啊 要要跳伞 那当然塔台说快跳啊 对不对 不然就要这个坠毁 啊 飞机快速下降 他就 就弹走了 对不对 就弹跳了 那这飞机啊 听说 他看着飞机朝那个波罗的海 那个方向啊 慢慢下坠 他就跳伞嘛 对不对 那那云啊 什么他就看不清楚了 但那个飞机据说啊 快要坠海前呢 大概差不多500多米的时候啊 他突然啊 引擎恢复推力 那这架无人战机啊 他就继续飞了 就朝着这个波兰 朝东德就飞去了 啊 就飞过去啊 很快啊 他就进入东德 那这架飞机 在东德没问题吗 他飞着飞着 就进入西德 他进入西德的时候呢 雷达战就看到啊 大家吓一跳 说你看这个米 那个就是苏联的飞机啊 这个米23啊 飞来了 对不对 那会不会是要来攻击啊 因为两边那时候都很紧张 但是是一架啊 那当时呢 马上呢 美军啊 西地有那个F-35 F-15 那时候F-15 马上升空 两架去拦截啊 要拦截这个米23 当飞行员啊 这个美国飞行员一飞上去啊 靠近的时候一看 又吓一跳 那个飞机上无人啊 没有人 但飞机在飞啊 飞得又不高 当然他的速度还是蛮快的啊 他一直朝这个 等于算是朝比利时啊 这个方向飞去 那当然那个德国 那个经过西德之后 就准备要进入比利时 荷兰这个方向飞啊 那当时这个美国飞行员 一看这个情况就回报啊 他们就说 好 现在呢 因为下面都有人啊 不能把他挤落 等他一直飞 飞过比利时啊 一出海 我们在海上把他挤落啊 好 那听说法国那边呢 这个幻影啊 这个也上来了 哇 上来看啊 凑热闹 大家都来看 什么叫无人机 那时候拿无人机 对不对 当时是在1989年的7月4号啊 好 那个法国的飞机也来了 大家就看了 就百事不得其解 怎么会一下战机上面 苏联的战机 居然没有飞行员 朝到这边就飞来了 他也没有攻击的可能了嘛 因为人都不在上面啊 大家就看着他飞 飞了飞了 当时就在等 他只要一出海 要打掉他 结果呢 他飞了将近900多公里之后 到了比利时快要出海前 没有了 他就一头就栽在地上 当然呢 这个也不幸啊 有一个 有一个男子吧 对不对 刚好在地面啊 被坠毁的苏联飞机啊 给砸死了 那当然这种无人机事件呢 当时是捏了一把冷汗 这个 这边以为这个苏联要发起攻击啊 要开始了 这边想说 哇 我们也准备啊 还好 续静一场 万一当时那架战机 带来什么核弹 各位想想看 结局是怎么样啊 好 所以呢 战争啊 是非常的残酷 战争呢 永远没有什么感人的地方 战争 就是死亡的悲剧啊 当然避免战争呢 是我们人类要努力的地方 那既然如果发生战争 我们希望战争快点停止 让世界和平早日到来 今天是周末的前夕啊 到了周五啊 那也希望透过一些 轻松一点的 这个过去的这个故事啊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让各位周末呢 有一个好心情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呢 就下周一准时空中再见哦 关心国际大事 一定要锁定经纬点评 我们下周一再见哦 拜拜